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仙气猴 今天咱们继续坦克之星 这次咱们重新调用了火箭发射车 而对面的话也是一辆发射车 但它这个属于是需要你完成任务 或者是去充值才可以购买的 那么我们这个属于是低配版 但火箭发射车有一个重要的重点 是它的一些导弹是具有定位功能的 就是说你把抛物线打高以后 你不需要精确瞄准 它就会自动飞向你的对手 但前提是它的这个位置也需要 前方没有太多障碍物 如果是猫在墙左的脚里 那么是不可能打到的 因为它这个炮弹并不是垂直的 你看它是斜着过来的 所以说那这样的炮弹的伤害自然是低一些 因为需要游戏的平衡性 这个家伙过来了 他把这些羊都干掉了 我去 那么绿色发射车与这个黄色发射车 究竟谁更强 其实它们两个差不多 并没有太突出的 就我只能说是 这个绿色发射车的后方天线更短一些 这个黄色天线你看 它这个天线更长 看起来像个炮一样 这个家伙翻山月亮 竟然来到了这里 不过它是这个青铜的二级 咱们是白银一级 车辆的话咱们自然要好一些 这个羊怎么回事啊 这是牛 这两头牛好像很害怕的样子 它往这边走了 我去它主动去送死 竟然走在了这个坦克的履带里边 我靠 这什么炮弹地爆天星 连自己都炸呀 而他们这个车刚才竟然被打得处在了地里 看起来甚是滑稽 所以说咱们近战的话 要选一些这个近城炮 因为近城炮伤害高 也是很轻松的击败了对手 那么这款游戏 我依然给的是五星评价 整体还是非常推荐的 然后又到了这个扣了这个五星加 在这个加号的位置 你看这个坦克就比较坑啊 它是这种玄幻的车辆 打出的是什么音波的这个符号 还有什么迪斯克球 我建议这个坦克可以删除掉了 完全违背了坦克之星的这个核心的玩法 我们要的是这种经典式的 比较写实的游戏啊 你看这么比较写实的游戏 做出这么花花的东西 完全不符合这个游戏的核心啊 你看这出现了什么东西 迪斯克球 我靠 因为这种坦克是花钱需要课金购买的 那么这个伤害你也看到了 这非常高 像咱们这种普通的金币坦克 那只能看点子 谁让我们又吃了一个核弹炮呢 你比我们高级也没用啊 那么再见了 瞄准核弹准备出射 漂亮 一发核弹炮 它还剩下三分之一的血量啊 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没问题 只要咱们下游的两炮不打歪的话 这辆坦克肯定会去重新回到修理厂了 有可能修理厂都回不去了 直接被炸了本身罪国 它在这个位置不太好瞄啊 找一个近程炮怎么试试 往前点走 近点走 然后用近程炮动机 往后缩点这个力度 准备瞄准 我去这一波啊 超级强悍 这个家伙又冲上来了 哎 他跑到咱们后边呢 想对于咱们的发动机进行攻击 哎 没有打到 哎 不错 那么再见了 本期游戏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手游酷玩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